朋友们在我们全球各地的重要新闻 首先我们看的是美国方面的报道 先看对于南韩总统尹锡锐 他透露正在和美国方面商议参与核武计划 还有军演 对此美国总统拜登在之后否认了 南韩总统办公室则在今天说 因为记者提问用的是针对雍和国之间的用语 所以认为是因为用词不同 不过现在是看到 就是拜登已经否认和南韩协商联合的核武方面的演习 再来华盛顿的消息 美国联邦众议院2021年1月6号 国会山庄暴动事件调查特别委员会 日前完成了18个月的旋风式调查 并且把后续工作与起诉前总统川普的建议 提交司法部之后将会正式的解编 众议院新科议员在3号宣誓就职之后 国会山庄暴动事件调查特别委员会就正式的结束 随委员会许多成员的离开 剩余的助理过去两个礼拜就在忙于公布他们的资料 包括了长达800多页最终的报告 大约200份的证人的口述和用于支持结论的文件 委员会的成员说 不选择现在公开是因为编辑和删解敏感资讯的工程过于浩大 目前也不清楚共和党在今天1月3号掌控众议院之后 要如何处理这一批调查会的资料 接着再看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新一届的国会在今天开议也要选出新任的众院议长 虽然共和党取得了众院的多数席次 但是呼声最高的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却面临的自家党内重大挑战 他还在做最后的努力 希望在今天可以顺利的直起议长锤 在美国第118届的国会 今天开议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选出联邦众院的议长 共和党在其中选举后掌握了众院222席次 虽然取得多数党地位 但是也只是比民主党多出9席而已 而议长之位现在呢 共和党里边呼声最高的是加州选出的这个麦卡锡 但是共和党内还有15名议员对麦卡锡是有疑异的 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取得一掌席次需要的218票 下面我们再看的是在经济层面 华尔街日报查访了与美国联准会有业务往来的 23间大型国际金融机构 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经济学家们预测 美国在今年会出现经济衰退 根据报道研判美国经济会衰退的包含了 巴克莱集团 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多伦多道明证券 瑞银集团等等 都是属于兼具交易业务和投资银行的重量级的交易商 例举了一些危险信号 像是美国民众正花掉疫情期间的储蓄 房地产市场往下降 各家银行也都在紧缩贷款标准等等 所以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预判的是 美国经济在今年会衰退 少数认为是明年 尽管在去年美国升息期间的经济表现相对亮眼 经济学家们则说 高利率对经济的降温效应 会在今年发挥更为明显的作用 而美国的利率现在已经处于 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了 下边我们看的是航天太空的报道 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NASA的署长 警告美国现在正陷入与中国的太空竞赛 必须要提防对手取得稳固的立足点 并且控制月球上的资源 他说美中之间的竞赛趋于激烈 未来两年可能就要决定谁占上风 他也提到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侵略 中国在那里建设军事基地 也证明中国是怀有领土上的野心 美国军方高阶官员过去 也曾经针对中国大陆的太空军事化 和它延伸的安全疑虑提出了相关的警告 好 下边我们再看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当局在昨天宣布 由于越来越多来自古巴的船只抵达 位于佛罗里达州以西 由一群岛屿所组成的甘归岛国家公园 叫做Dry Turtle Girls National Park 将会持续的关闭 一直到进一步的通知 这座偏远的国家公园 它以结分顺保为名 那么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透过声明说 因为古巴移民陆续的拥入 所以这一个位在佛罗里达州的国家公园 还是得要继续的被迫暂时关闭 下边看到Tesla 这是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在昨天说 2022年全年交车131万辆 创下了这家汽车商的记录 但是比一年前成长40% 还是低于特斯拉自己和华尔街的期盼 这家由马斯克领导的公司设计 每年平均要增加50%的交车量的长期目标 特斯拉上海厂去年就因为COVID 限制停产了数个礼拜 好我们也看到 亿万富豪马斯克旗下的太空事业 SpaceX正筹得7.5亿美元 根据报道 这也是他们公司的估值 现在达到了1370亿美金了 新闻方面 最后看到美国国家美式足球联盟NFL 在昨天晚上上演水牛城 比尔对阵Cincinnati猛虎 但是就在第一节还剩下大约6分钟时 水牛城的比尔安全位 Safety 就是Homley 突然倒地不齐 随后被救护车紧急送一 而比赛也随之 宣告往后推迟 好的朋友们 这是带给大家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霍美剑 下边焦点将转到国际新闻方面 请和我继续一同关系 在我们国际新闻第一个看到来自莫斯科的消息 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在今天说 俄罗斯的副外交部长鲁登科 表示日本的反俄方针 会让和平条约谈判变得不可能发生 俄罗斯和日本还没有正式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敌对状态 因为双方对苏联在二战末期占领的岛屿归属问题 僵持不下 在鲁登科受访时就说 和平条约现在这个谈判陷入僵局 那么俄罗斯的副外长则归咎是日本方面反俄罗斯方针所导致的 再来呢在亚洲的制造业者去年12月还在继续的承受压力 随着全球的需求放缓 现在制造业的景气持续萎缩当中 在亚洲数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落入了景气萎缩区域 在现在标普全球市场情报研究部的副主任则说 在国内外普遍报告需求疲弱 企业尤其是指出在欧洲还有中国大陆及美国的需求下滑 所以呢在现在全球需求状况没有办法恢复 这种制造业景气持续萎缩的情形会越来越大 好我们看到的在经济层面都不是太漂亮的消息 而在疫情方面呢也看到来自首尔的报道 韩国在昨天他开始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前后都必须要裁剪 规定上路的第一天就验出了61例的确诊 阳性率将近7成 所以在韩国的防疫当局已经在今天宣布将会部分规定 由7号起要扩大防疫 涵盖的范围会涵盖从香港澳门入境的旅客 下边我们看到来自巴西的新闻 巴西总统鲁拉在昨天说 他已经收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来信 表达要加强两国合作的意愿 鲁拉在昨天走马上任展开了他的第三任期 他承诺要把环境还有对外政策 社会政策打击饥饿和健康问题将会列为优先事项 对于经济领域也会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 同时下令延长燃油税豁免期限 而市场似乎对他的这些政策并不是那么样子的买单 好接着我们看到来自伦敦的消息 英国的媒体在昨天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 英国预计将会在数个礼拜之内 正式的宣布伊朗革命卫队为恐怖短底 这个举动获得的是英国内政部安全事务国务大臣 图根哈特和内政大臣的支持 伊朗革命卫队先前以涉及反政府抗疫为由 逮捕了欺民与英国有关联的人士 英国内部对于相关的报道 现在还没有任何的评论 至于在法国方面呢 法国表示由元旦起 法国要禁止快餐店内用免洗餐具 他也是欧洲首先实施这项法规的国家 然而在执行上却遭遇到许多的挑战 有许多的商家就坦言 还没有准备好啊 法规的效率也真的受到了质疑 根据法国生态环境部的估计 法规上路后能够少丢弃200亿个餐具 免洗杯盘子的免洗容器 每年减少大约18万吨的垃圾 法国现在说元旦起就要在餐厅内禁用免洗餐具 但是呢 店家却说要实现还没准备好困难颇多的 好 最后我们看到来自基辅的报道 在乌克兰的内政部 在昨天说 如果罪名成立 涉嫌把英国知名涂鸦艺术家班克西 在乌克兰城镇的一幅壁画切割下来的幕后策划者 将会面临最高12年的突袭 班克西是在这个墙上的涂鸦作品啊 去年12月2号被从墙上切下来 壁画上是画了一名穿着浴袍戴着防毒面具 手拿灭火器的女性 乌克兰内政部现在宣布 他们认为策划这个事情的民众 已经接获了道案说明的通知了 好的朋友们 这是带给大家在国际方面的新闻 收听的是德中中文 还有我是郭美剑 在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呢 朋友们我们要和我一同关心的 将是带给大家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 第一个看到呢 来自北京的消息 中国的新任外交部长秦刚 在3号透过推特的账号 向美国各界人士道别并致谢 并且指他自己将会一如既往的 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 推动两国实现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秦刚又说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他将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 中美关系发展 推进中美对话交流 和人民相知相亲 推动两国实现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为两国人民福祉和世界和平 稳定和发展 做出应尽的努力 另外呢 在进入了2023年 中国大陆外交团队出现新格局 同时多国元首政要 也将会在近期 陆陆续续的访问中国 中国原驻美大使秦刚 已经被任命为 新一任的外交部的部长 原部长王毅 任中央外办主任 而在媒体也报道 在新年一始 就有多国元首和政要 陆续访华 三号到访的是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那么三号到五号 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另外呢 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也计划 一月或者二月会访问中国 巴西的新任总统鲁拉 其实在元代 一月一号就任之后 那么已经在去年就宣布 他在就任后三个月内 就会访问阿根廷 中国和美国 法国方面呢 总统马克宏也多次表达 访问中国的意愿 意大利政府的官网也显示 总理梅罗尼 在巴黎岛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峰会期间 和习近平会晤时 也接受了访问北京的邀请 所以在新年一始 在中国方面呢 外交团队新的格局出现 多国的元首政要 也会陆陆续续到访 好 接着我们再看到的呢 这是在中国的经济 经济学家推估啊 中国在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落在5%到6%之间 经济呢将会在第二季 开始显著恢复 也不用过度担忧 通货膨胀的压力 对于经济基本面 政策面有乐观的预期 在现在中国的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则说 COVID的防控措施优化之后 经济调整短期阵痛是在所难免的 预计2023年第一季经济将会继续承压 而预期呢在下半年将会迎来经济复苏的拐点 好 下边我们再看到的呢 就是在特斯拉啊 这个根据这个报道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中国区总裁周晓彤获晋升 他负责特斯拉美国生产业务 以及北美和欧洲的销售业务了 特斯拉发布的公告说除了职责扩大之外 朱晓彤的头衔并没有改变 他依然还是特斯拉负责中国和亚洲 其他地区销售的最高级管理人员 最后我们看到的呢 这是在中国的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 在今年全面试验试航 他渴望在2024年就服役 这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 是去年6月下水之后 动向是备受关注 他的副舰长近日接受采访说 新的一年一定全面做好 以试验试航为中心的各项工作 那么大陆军事专家分析 愿福建舰明年年中或年底 就有望可以服役了 带给大家这是来自中国的重要新闻 朋友们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健 在接下来焦点转到台湾方面 台北新闻主播街报为您播报 我们一块收听 德州中文台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安 我是李自立 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今天首先为您报道的是 继1月1号起 中国入境旅客必须在机场 进行拓役PCR筛检之后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王碧胜今天宣布 1月6号起 自中国启程 经过香港澳门 转机来台的旅客 必须赴搭机前48小时PCR的报告 或24小时内的快筛结果 王碧胜说 我们大概有20%的 那是从中国经过香港转机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 都会参考香港的检疫措施 那因为香港的检疫措施 是在12月28号 它公布的 12月29号开始实施 那也就是说 它必须到香港 必须提供48小时PCR 或者是这个24小时内 抗原快筛的结果 但是我们深入去了解 发现在转机的这个部分 他们并没有去执行 那是因为我们目的国 没有规定 那我们现在目的国规定之后 他们就会去执行 这个相关的任务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加上中国大解封 为了持续防堵非洲猪瘟入侵 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午特别前往台北邮件处理中心 视察国际包裹简疫流程 苏贞昌除了未免同仁的辛劳 也交代第一线同仁 务必要严防非洲猪瘟 绝对不容有破口 苏贞昌说 绝对不能松懈 我们这个跟防疫一样 绝不能破口就在你这里 这个绝对没有放水通融 一地绝对不能松懈 苏贞昌也不忘提醒交通部民航局 务必要求航空公司 在起飞地的行李托运前 就宣导不得带入含肉质类的产品 机场的垃圾桶如果有查到肉质品 也会要特别留意 负责的第一线同仁一定要负起责任 才能够层层把关不出现破口 关于超征的新台币4500亿元会如何运用 蔡英文总统在国安高层会议指示 2000亿元用于拨补劳健保 驿注台电和投注强化韧性经济方案 剩余的1800亿元 扣除已被不实之需的裁员之后 研议全民共享方案 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表示 一部分超征的税收新台币1800亿 将规划发现金 让全民共享经济成果 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承表示 相关规划的事项将由部会延提修法 确切做法将再对外说明 民主联盟基金会主席拉斯穆森 今天抵台访问 外交部表达诚挚的欢迎 由于他持续堆促国际社会 关注台海安全 呼吁国际民主社群 跟台湾加强交流合作 因此这次来访 是以实际行动 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 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 力促国际社会要关注台湾海峡的安全 跟和平稳定 呼吁国际民主社群 要强化跟台湾的一个交流 跟往来 增进民主国家之间的一个 韧性跟团结 拉斯穆森他也呼吁 国际的这些民主的国家 要团结起来 共同的因应 威权主义的扩张跟挑战 并且实际的行动 来彰显对于民主台湾的支持 外交部也期盼 未来持续与国际民主伙伴 加强交流合作 共同守护彼此共享的 自由民主价值 即将接任民进党党魁的 副总统赖清德 近来抛出和平保台的论述 引发民进党两岸立场 从抗中保台 调整为和平保台的讨论 对此党内立委表示 和平保台的措辞和缓 立场坚定 有助于两岸的互动 也有立委认为 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并没有调整 不管是抗中保台或和平保台 都是民进党一贯的主张 赖清德只是更清楚地论述 台湾不卫战不避战 以捍卫和平为首要 台北市第三选区立委的 补选公办证件发表会 将在明天举办 国民党候选人王洪威 今天表示 他将着重在能源问题 还税渔民以及强化社会安全网 王洪威说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黑道猖獗的问题 治安败坏 还有枪支腐烂的问题 当然应该受到政府的一个重视 一再地传出这样的重大枪击案 跟重大的治安事件 真的政府应该跟全体人民 做一个好好的交代 民进党候选人吴一农也表示 自己会围绕国家安全 提升竞争力 跟世界接轨三个面向 他说 我的选举主轴 从第一天选举就跟各位报告了 大家在我们的选举公报也看到了 我们的选举主轴 以及未来问证的主轴 都会围绕着国家安全 提升我们的竞争力 还有让台湾国际化 那这个是不变的 那各个政见 各个具体的主张 也是围绕着这三个议题 中金院今天公布 2022年12月 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指数不但持续紧缩 而且比上个月微幅下跌 来到43.7% 为创编以来最快的紧缩速度 而非制造业经理人指数NMI 则呈现连续两个月的扩张 指数续扬来到53.3% 中金院新任院长叶俊贤表示 制造业厂商面对景气的不确定性 正在节衣缩时等待曙光 但库存去化的情况已经有改善 非制造业厂商则是洗淫忘记 和解封的商机 COVID-19本土疫情加速升温 国内流行病毒株也出现变化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 今天表示BA.5的占比已经由八成多降到六成 依照他国的流行趋势 BQ.1变异株恐怕会成为台湾下一波的主流株 罗一军说 此外罗一军表示上周完成25例中国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基因定序 其中20例是BA.5 5例为BF.7 跟中国所公布的两种主流病毒株一致 2023台湾灯会即将在元宵节重返魁违23年的台北市 交通部长王国才与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 也在今天共同揭开今年的主灯玉兔壮彩 以及最受欢迎的小提灯大展红兔的神秘面纱 其中主灯最大的亮点就是有奥运举重金牌郭信纯的加持 王国才说 这一次台湾灯会的主灯 我们特别邀请国宝节的术画家张炳黄老师来提字 叫做玉兔壮彩 代表月光吉祥光辉明亮 台湾将在全世界继续发光 另外有艺术家李明大老师设计和制造 这次主灯也特别请我们奥运金牌郭信纯 捕捉脸部的动作 让我们艺兔的表演更会生动 我们非常期待 而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则透露 他非常期待小提灯 因为他即将迎来第二个兔宝宝 蒋万安说 今年是兔年 我非常期待这次的小提灯 因为我大儿子是兔宝宝 兔年出生 而今年又会再贡献一个兔宝宝 所以很希望今年是一个美满的一年 幸福的一年 也是所有市民朋友 全国民众充满希望的一年 日前仓库不幸遭遇火吻的朱宗信打击乐团 今年依照原定行程和云门五级召开联合记者会 宣布六年为登台演出的朱宗信 将青植古棒重出江湖率团 参与今年春天云门五级公演的经典之作《新传》 朱宗信表示 当年参与超过了50场的演出 有机会重温当年同台演出的感受 非常期待 尤其是在火灾发生之后 敲击鼓声确实也激虑了他 朱宗信说 这次在演出的时候那种心情的激动 就是说你看每一个人都很期待 林老师写简讯给我的时候 我马上就有怕他后悔 他说 中信你讲打鼓 我说很想 想很期待 这个东西对我讲 也是给我一个改变的机会 林老师每次看到我都说我很胖 今天比较仁慈 说我瘦了一些 我从这种简讯开始 就一个练身体计划 给自己减身计划 因为没有调整整体 没有办法打 林怀民则笑说 很高兴把朱宗信也拖下水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提供给您的 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把现场还给主持人 明天再会